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小英姐姐 感谢大家伙的收看 我们今天继续来玩音效模拟器 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我们音效的学校门口了 就在学校门口的附近呢 开了一间非常不错的奶茶店哦 小伙伴们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下载一下这张地图 那这张地图呢 是作者自己自创的还是下载的 这个姐姐不太清楚 因为我看了这个地图 好多都是英文的一个字幕 所以这个姐姐不太确定 不过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搜索一下这个地图哦 我们来看一看这家店 Mickety 正常来说的话 我们国内的小宝宝们 应该是不会打这种英文字样的 所以这个姐姐也真的是不太确定 不过这张地图还是很好看的 那姐姐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 上面有个超大的珍珠奶茶的这个字牌啊 我觉得自己可以分上去来喝一口了 真的是感觉很好喝的样子哦 我要上去炒一炒 还真的是一个超大的杯子啊 是可以钻进去的样子哦 哇 它这个连房顶设计的都很好看啊 它是有透明的和我们这种彩色的相间隔出来的一个房顶 OK 咱们去参观一下别人的奶茶店 门口这边有一个休息区 然后有漂亮的小鲜花 这里的喝奶茶的话应该是很舒适的 因为就坐落在学校附近啊 如果档案允许的话 我们这边可以把这个宿舍召唤出来 然后一边是宿舍一边是奶茶店 是不是很好看 然后咱们这边进去看一看 门口这边放了一棵超大的樱花树 Welcome to 然后我们的这个奶茶店 这应该是一个英文作者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连目录全部都是英文的东西 然后这边还有很多很多的字样 然后墙上放了一些鲜花的装饰 还有一个漂亮的粉色小沙发 以及我们的这个等待区域 为了避免顾客都挤在这个吧台点餐的话 我们这边还是很有秩序的 这边点餐这边取餐是不是 老板来杯珍珠奶茶 不要珍珠多加点豆豆 哇这边还有点心啊 点心蛋糕 从这边走出来 然后坐在这边休息 这个区域设计的很好看 上面的这个花的颜色我也是非常喜欢的 边在这里坐边吃甜点 应该也是非常舒适的一件事情啊 放学闺蜜几个坐在这里 点杯珍珠奶茶 然后看着对面学校的风景 终于是不用上课了 放学了是不是 偶尔也可以在这里讨论一下八卦的事情 这个地方风景应该说也算不错是不是 但是我坐了半天也没坐下去 哈哈有点小尴尬的 不过这都没关系 咱们再来看看这边 哦这边还有二楼吗 这边还有什么返回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看太懂 这个奶茶店的后处还是挺干净的 哇上面还有二楼 这是雅间吗 哇二楼的风格又不太一样了 就这个灯光设计的特别特别的浪漫 应该晚上看这个地方的话会更好看一些吧 因为有这么多漂亮的灯带在这里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的凳子 哦可以坐在这里 然后咱们来点一个吃的或者是喝的东西 三明治 诶我这边可以喝个牛奶吗 哇绝对惊人 哈哈 它这个房间设计还是很舒服的 楼上应该算是雅座了 旁边还有这个玻璃的护栏 非常的漂亮哦 咱们现在呢 把时间点直接调到晚上 看一看我们晚上的奶茶店会怎么样吧 这边系统设置这里 然后我们直接下一次 把时间调节到晚上 天已经慢慢的黑下来了 哇哦 同学们这边应该都放学了 离远看一看我们的奶茶店 灯光昏啊 然后这个上面的字样呢 还是非常明亮的 感觉还是还蛮不错的 是不是 好啦小可爱们 那咱们今天欣赏了这个奶茶店的地图 不知道小伙伴们喜不喜欢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去我们的重重铸手里面的 这个 樱花工资里面进行下载 这张地图的话 应该是国外小伙伴的一张分享图 那咱们下期游戏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